大娘在草丛中发现了个日本企业 好心的她准备报回家收养 可村民却纷纷表示不解 养个日本人还不等于养白眼狼 最后大娘还是坚持留下了她 相信我看完肯定会让你热泪盈眶 故事发生在河南洛阳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撤离前 他们烧毁了所有机密文件 由于撤离的车辆有限 他们打算直接抛弃老弱病残 就连孩子也不允许带走 何子是一名日本护士 为了能把孩子带回去 他把孩子撞到了一个箱子内 可即便他藏得再好 还是被日本军官发现了 军官直接拽下何子的箱子 一把扔进了边上的草丛 何子很想下车陪着孩子 还是被卡车无情地带走了 等日本人撤走之后 附近老百姓都过来捡日本人留下的东西 由于羊角大娘腿脚不利索 等他赶过来的时候 已经没啥值钱的东西了 就在大娘准备离开的时候 边上的草丛传来了小孩的哭声 羊角大娘寻声而去 打开箱子发现 竟是一个穿着日本军装的领导 这肯定是日本人的气影 想到这么多年日本人在村里干的事情 羊角大娘也不知道该咋办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孩子的哭声又让他停下了脚步 心善的大娘就把孩子带回了村 村里人听说大娘捡了孩子 都纷纷跑过来观看 大娘的女儿秀秀更是喜欢 都说娶个赖名好养活 大娘就给孩子取名叫狗娃 狗娃身上有条白色的腰带 应该是他父母的东西要好好保管 大娘还有一个儿子叫葫芦 葫芦天生龙雅 只能靠做苦力补贴家用 其实大娘收养狗娃不只是心善 她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龙雅的葫芦三十好几了还没结婚 估计也没人愿意嫁给她这个残疾人 大娘打算让狗娃做她儿子 将来也好给她养老送终 一听孩子是个日本人 葫芦说啥都要把她丢出去 最后还是大娘坚持留了下来 狗娃才几个月大还不能吃东西 大娘就抱着狗娃找村里奶妈要吃的 开始的时候村里人还都很乐意 可时间一长大家都有了意见 毕竟那时候谁都不容易 自家的孩子还不一定能吃饱呢 葫芦的二叔意见最大 因为他跟日本人打过仗 还被日本人炸掉了一个胳膊 提起日本人那是一肚子的仇恨 其实不让大娘养狗娃 二叔也有他的小心思 他家里有三个孙子 不管哪一个过季点葫芦 只要将来熬死了他们一家人 他们的地和宅子还不都是自己的 所以他坚决不同意把狗娃留在家里 借不到奶喝只能喝面糊 可喝不饱的狗娃不断哭闹 秀秀抱着十分的心疼 看着哭闹的狗娃大娘想放弃了 葫芦不喜欢 二叔不同意 狗娃吃不饱 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大娘让秀秀把狗娃放到村口 看有没有哪个好心人愿意带走 秀秀在暗处躲了一上午 连续过了好几个人 没有一个人愿意带走狗娃 狗娃在石头上哇哇大哭 躲在暗处的秀秀也不断地哭泣 最后秀秀又把狗娃抱回了家里 大娘似乎也明白了 该来的送不走 叫不来 这呀是咱的缘分哦 于是狗娃正式留在了这个家 转眼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狗娃已经长大了 葫芦也逐渐接纳了她 只是村里人依然瞧不起她 不但大人会欺负她 就连孩子也都排挤她 小孩不但当面叫她小日本 还会合起伙来欺负她 就算狗娃被打得鼻青脸肿 她也不知道跟他们还手 葫芦不会说话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只能教她抽打十项发泄 抽着抽着狗娃笑 大娘看后十分的心疼 打算把毕生绝学传给她 来 打 使点劲 你没吃饭呢 看着 打 哎呀 那个小菜包子 怎么连架也不会打呀 看狗娃打架没力气 大娘打算教她摔跤 嗯 抓住我 抓住 脚跟站稳 哎 好 打 可她毕竟小腿太多根本够不着 实际 这样 抱奶奶腿 啊 保住 使劲 往上线 使劲 用劲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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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天大娘听说村里人要去修铁路 管吃管住一个月还能挣二十多块 这正是和葫芦这种有力气的 村里有十多个人一起去 那正好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 出发的时候葫芦十分不舍 扛着狗娃一直不舍地放下 别看狗娃年龄小 她知道葫芦真正想要什么 于是对着葫芦耳朵大声喊爸爸 爸爸 爸爸 葫芦非常的开心 仿佛都听到了一般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走竟然成了永别 这天大娘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手里抱的是葫芦干活的东西 原来修铺的时候发生了坍塌 大家都喊着让葫芦躲开 可她天生聋哑听不见了 结果被活活地砸死在了下面 狗娃一有时间就坐在村头 希望能把爸爸等回家 大娘打算带着秀秀去山西料理葫芦后事 考虑到山高路远 怕狗娃年龄太小受不了 大娘就把狗娃送给了隔壁村的一对夫妻 想着他们结婚多年无二无女 肯定会好好对待狗娃 看着狗娃被他们带走 大娘直接摊坐在了地上 虽然不是她亲孙子 但毕竟也是自己一手养大的 等大娘离开家之后 狗娃时常一个人回到家坐在门口 她只是想看看奶奶回来了没有 可她不知道的是 奶奶已经在山西亲戚家住下了 邻居说奶奶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狗娃这才伤心地离开了 几年后大雪中 大娘满头灰白头发步履蹒跚 她上前询问一个悲柴的小伙 知不知道狗娃的家在哪里 没想到她心心念念的狗娃 居然就是眼前的孩子 两人激动地抱在了一起 大娘生气地来到狗娃家 质问他们为何大冷的天 让狗娃上山干活 又为何只给狗娃穿一身单薄的棉袄 还没等夫妻俩回话 屋内传来了孩子的哭声 原来是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看着小孩穿得又腥又暖 大娘总算明白了一切 有了自己的亲骨肉 肯定不会再对别人孩子好了 大娘不忍心再看狗娃受苦 就又把狗娃带回了家 两人在路上有说有笑 终于一家人又团聚了 看着狗娃那烂得不成样子的鞋 秀秀顿时气不成声 真不知道这几年她受了多少苦 那时候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 这天村里老太太找到大娘 说可以把秀秀嫁出去 不但能拿到一份彩礼 还可以少一张嘴吃饭 大娘非常的舍不得 秀秀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为了让家里好过一点 秀秀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男人 全部彩礼是六代麦子 临走前 秀秀不仅给狗娃准备了一年四季的衣服 还给她准备了一大堆鞋 足够她穿一辈子了 天穿小的 我穿大的 狗娃十分不舍地抱着秀秀大腿 希望她不要嫁人能留下 该来的还是会来 这天秀秀穿上了一身红衣裳 坐上了去亲家的轿子 看着远去的迎亲队伍 狗娃和奶奶只能躲在门口哭泣 大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为了能有人照顾好狗娃 不再像之前那对夫妻欺负她 大娘把她送到了山上的寺庙 在大娘的一再要求下 老法师总算答应了下来 如今儿子没了 女儿出嫁了 孙子也找到了去处 大娘总算没了任何牵挂 回去没多久她就去世了 狗娃削发为僧法号明镜 转眼二十年时间过去了 明镜法师天资聪慧 对佛经有了很深的研究 由于日本也是佛教大国 明镜法师代表中国到日本 进行佛教文化交流 一个老太太看到了报纸 有佛教代表团访问日本 代表团来自河南洛阳的寒家庄 那正是她当年待过的地方 老太太顿时又有了希望 因为这么多年 她一直在找当年失散的儿子 从此她特别关注代表团的新闻 她发现明镜法师 和她死去的丈夫非常像 通过白色的腰带 何子确定明镜法师就是她的儿子 明镜来到何子的家 先祭拜了自己的生父 通过跟何子的交谈 她也明白了自己的身世 打开埋藏在心底这么多年的节 她并没有怪罪母亲 虽然找到了生母 但她并没打算留下 她磕头感谢母亲给了她生命 又为她垂背尽了孝敬之情 她把自己的手链送给了何子 希望作为对母亲的陪伴 离开日本之后 明镜又回到了家乡 一有时间她就到奶奶坟前上乡 电影《清凉四中生》到此结束 杨角大娘收留孩子最初想法很简单 他们没有人性丢弃孩子 如果我们不收养的话 那跟日本人又有何区别呢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假如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们会怎么做呢 在评论区打出你们的想法吧 好了我是鲨鱼 期待我们的下一次相遇